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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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在春节期间会见媒体时表示 政治发展是香港政府今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希望能继续与香港各界有商有良大成共识 在2017年实现普选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 在2014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政制的发展 我在这里希望在来近一年继续与国界有商有良 缩窄分歧能够达止一个共识 在2017年我们能够做到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 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海关关长张云正宣布 香港海关成立特别调查队 专则处理较复杂的不良营商手法 并将继续与内地相关部门联系 加强处理携带过量奶粉出境格案 商品说明条例在去年我们全部收到的投诉的总数 是2360宗 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因为在2012年全年我们收到的是不到600宗 上升的数目是差不多是上升了三倍 在7月19日之后收到的投诉 占了这2360宗的85% 里面牵涉的物品 就以货物和服务为比 大概是三比一 还是以货物为主 我们特别会成立一队调查队 我们希望利用这队调查队的专场 去杜绝一些比较复杂 或者我们明显看到是有组织性的不良营销售手法 这队调查队的人员 是包括了我们军装的刑事偵袭人员 配合我们贸易管制处的一些 做消费者保障的同事 希望利用两者的经验交流 和协同效应 去好好处理一些我们觉得 是相对比较棘手 但是仍然是严重 是影韩消费者权益的一些案件 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显示 2013年香港治安环境持续改善 香港罪案数目创十年新低 共72911宗 比2012年下跌约3000宗 其中涉及暴力 商人 盗窃 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等罪案数字下跌 但涉及诈骗的罪案则有所上升 有7518宗 比2012年上升595宗 其中半数为网络诈骗案 总数上升了1480宗 升幅达到七成 损失金额超过9亿元 犯案手法包括发送虚假电邮 要求受害人汇款至某个账户 在拍卖网站盗用用户信用卡 利用社交媒体约受害人见面 然后偷取财物或非礼 香港警方表示 2013年的勒索案件数 较2012年大幅上升1.5倍 达733宗 其中477宗都与裸疗有关 比2012年上升7倍 受害人大部分是20至30岁男性 大部分行骗者疑似非华裔亚洲人 以英语沟通 受害人损失金额最高达9万元港币 款项主要汇往菲律宾 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认为 打击网络犯罪 涉及跨境和多种复杂情况 破案有一定难度 互联网的服务供应商 和网络内容的供应商 我们叫ISP和ICP 他们合不合作呢 因为如果他们不合作 不提供资料 而这些供应商不在香港的 我们香港法律是不能够要求 他们提供合作的 如果他们不说 我们不理睬 那你的调查就变成了行人止暴 不能再查 香港对于科技犯罪 网络犯罪的定义 是比较宽的 所以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在网上游戏 被人偷了一些游戏点 比如一些武器兵器 偷了你来报案 都是犯法 但很多在海外国家 这些不是犯法的行为 所以你变成了法律差异 香港有案 你找到在外国 你都未必会追查到 人家可能就不是一个案 曾伟雄海表示 未来会继续加强宣传和教育 从预防罪案方面开展工作 春节期间 香港发生多起火警 虽未造成人员伤亡 但也为香港敲响了防火警钟 香港市民对防火有多少认识 防港游客是否能清晰获得 防火指引信息 请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主要是看消防设备 如果去酒楼和餐厅 多多会留意一下 通常本港的酒楼餐厅 都会遵照消防条例去做 因为香港的监管条例都挺厌的 消防局都会经常去巡查 酒楼食肆的消防设备 或者是住宅家居的消防设备 都会去巡查 所以香港的消防条例都给市民一个充足的信心 通常都有消防设备的一个 多数都 我那个牧村都没见过有发生什么大型的火灾 有发生的事当然是自己注意一下 都经常听得到三样东西 锁匙啊 锁匙啊 濕手根啊 还有电话嘛 这个我会注意到的 这里 香港标识非常的明显 然后有很多门都是直接就是防火门了 然后就是需要按钮才可以出之类的 非常的方便和安全吧 然后如果一旦出现火灾了的话 会非常的明显的指示我该走向哪里 我觉得香港地铁啊 标识也非常的明显 总之还是比较安全的 我在香港观察到的就是 那个关于消防那个防火门那个状态 还有警示标识做得挺到位的 然后就是我还看到在香港那个 安全警示中红颜色的那种 每个大楼每个城市都标识很清楚 数据显示在香港众多纪律部队中 香港特区政府消防处的民众满意度一直名列前茅 肩负救灾福威为民解困的使命 消防处为香港市民提供多项救助服务 在南亚岛撞船事故等危急时刻 消防处更是雷厉风行 坚守着保护香港市民安全的承诺 然而预防剩余治疗 作为一支纪律部队 消防处除了负责救火救援 还有哪些具体职责又是如何履行的呢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香港特区政府 消防处副处长李文轩先生 请他为我们权威解读 李副处长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港府传真的访问 我们了解到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就香港的几率部队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其中消防处排名第一 您对此怎么看 本处是冲心感谢市民的支持 以及本处所有人员的努力 我们会继续秉承救急扶危 为民解困的宗旨 坚定不如地优化为市民提供的服务 那么消防处的职能具体包括几方面呢 香港消防处是为香港的市民提供紧急服务 负责是撲灭火警 以及在发生火警和其他灾祸时 是保障生命和财产 本处为了有效应付紧急的召喚 包括消防和救护的召喚 是设立了消防通讯中心 消防的通讯中心全日是24小时 所以有人员是当值 负责是吊派灭火和救护的资源 及时是为市民提供消防和救护的服务 消防通讯中心也是负责 接收有关火警危险和危险品的投诉 以及在发生大型的紧急事故 或者严重的灾祸时 是为其他的政府部门和公用事业的机构 提供紧急的协调服务 除了灭火救援行动工作之外 消防署也是负责防火的工作 本处旗下有两个总区 即是消防安全总区和排床及审批总区 是负责制定和执行消防安全政策和措施 我们知道香港的人口密度非常大 建筑密度也非常之高 遇到火险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那么香港的消防处是如何进行抢险救灾的呢? 在火警方面 或者我首先讲讲高层大厦在消防方面的安全 本港的建筑物包括高层的住宅和商业的楼宇 都需要根据法例的要求 提供足够的消防安全设施 确保消防安全 在软件方面 消防署已经就在不同的地区 实际的情况是制定了应急的余岸 至于涉及有人在高空工作时出现意外这些工作 需要我们进行紧急的高空拯救 如果这些意外发生在超高的建筑物的时间 大家也知道是很高的 執行这些拯救任务 是会比一般的任务奸据和复杂 有见及此消防署是成立了一支配备先进器材 和经特殊训练的高空拯救的专队 支援前线的消防人员 他们更有效和安全地执行各种紧急高空拯救的任务 专队目前大约有50多名的队员 他们通过严格的轮选 接受密集式的特训 以及掌握高空拯救的技术 那么在宣传方面消防处有哪些措施 可以提升市民的自救和预防能力呢 消防署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去提高市民在灾难的预防 灾难自救这方面的能力 这些措施是包括两方面 首先就是推广宣传和教育的工作 其次就是提升和保持这些楼宇消防安全的水平 本署也会和其他政府部门和地区的防火委员会协调 加强区内防火宣传的工作 包括筹办消防安全的广座 研讨会 消防安全展览和火警的演习 本署在2008年年底就已经开始采取宣传和执法并行 名为四管齐下的暂身的行动 所谓四管是向这些旧式的楼宇推展防火的宣传 加强巡视全面执法以及彻底清除这些火警的隐患 有报道称消防处对于消防装置的监管存在不足 包括未能及时更新消防装置的信息 又或者是部分餐厅或者卡拉OK 没能及时上交年检说明书 对此您怎么看 现时香港有四万多种大厦 要有效知道厨所的业主或者负责人 有否履行他的责任去保养消防装置和设备 其实是存在很大的困难 所以本署是早六年已经计划 是装置专用的电脑系统 用来监测和有效规管 确保消防装置和设备 在维修、保养、检查和安装上的质素 这个系统已经在2012年中投入服务 主有关七千多宗情报消防装置欠妥善的个案 所涉及的个案都相当复杂的 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处理 而审计报告所指的大部分这些个案 我们已经由我们前线的同事完成了处理 余下的部分的个案 现在正在紧密地跟进中 总括来说 本署是很感谢审计处的同事 对我们提供的改善的建议 一定是会全面这样去执行的 感谢收看本期港府传真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可通过网络及社交媒体搜索港府传真 本期节目主称服装 由香港创意洋服提供 港府传真栏目组 祝您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期待您的关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